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放眼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工业化的阶段 然而纵观全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却从上世纪末的两成一路滑落到当前约1成6左右 再细看各国发展,我们会发现先进国家老走就开始去工业化 本期影片就来聊聊去工业化这回事 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全球的工业产值 占GDP比重高达四分之一 在此之前,先进国家已享受一波工业化的红利 像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 制造业从业人口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4成5的高峰 当前的全球霸主美国 上世纪更以强势的制造实力 取代欧洲传统列强的地位 镜头转到亚洲,南韩从1950到1990年 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从不到5个百分点 暴增到将近三成 短短40年间走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历程 而台湾也在上世纪60年代 借由低廉的劳动力 支撑劳力密集出口策略 一路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 创造出经济奇迹 这档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过程 被日本经济学界称之为艳行理论 意思是先进国家率先升级产业 而后进国家则引入先进国家的产品、资金与技术 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套路在走 日本的投资与技术转移 带动南韩、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如今这些经济体再将资源投入到东南亚地区 过往这套模式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富起来的SOP 但放眼世界 制造业对国民所得的贡献都在下滑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发布一篇文章 提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一直让先进国家倍感焦虑 按理来说 这些工作机会会外溢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但实际上 其他国家获得的工作机会并不均等 而且有许多国家的制造产业提早衰退 更影响到国民的生活水准 学者将此现象称为续工业化 描述的是在劳力成本提升 生产技术升级 以及跨国分工等因素影响之下 一个工业国家逐渐转往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看向制造业增加直战GDP比重 美国从上市季末的一成六 下滑到当前的一成 欧洲则从两成下跌到一成四 因此就不少人将续工业化 视为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 然而这曾经的老套路 似乎已不再是富裕的SOP 许多中低度发展的经济体 在富起来之前 制造业增加值却提早回落 例如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的制造业占GDP比重 从上世纪摩德一成七 跌落到当前的一成一 被看好接班世界工厂的印度 制造业占比也不到两成 多年来更呈现下滑的趋势 为何会发生这个现象 我们先从较早去工业化的英国看起 自1997年到2022年这25年间 英国制造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降幅高达五成 同期的全球则只有一成五 这背后有几点原因 首先英国在工业革命后 生产力俱增 但也导致生产过剩 企业为了拉高利润 于是转往海外发展 第二 二战后 英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 这也导致英国减缓发展本地的制造产业 与此同时 英国人民的收入不断提升 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需求 新创企业也大多往服务业靠拢 第三 英国过去的工业化 累积下来的大笔资金 强化本就相当新鲜的金融业 对资本家来说 金融产业的吸引力远高过制造业 这便改变了资本流向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先进国家 但转移到海外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却也出现分配不均的状况 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的说法 过去几十年来 全球市场的扩张 造福不少发展中的经济体 但创造出优异表现的中国 却没有完全遵循自由市场的规则 中国经济高度仰赖产业政策 国有企业以及资本管制 加上庞大的人口优势 拿下巨量的制造业比重 当前全球前三大制造国 依序市产出占比将近三成的中国 一成六的美国 以及大约7%的日本 但强如中国 近年也出现去工业化的迹象 南京大学研究指出 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低附加价值的工作 遭受其他国家的强力竞争 导致中国出现制造业占比下滑 以及中高端制造占比偏低两大原因 不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为两成七 还在学界认定的妥善范围之内 与此相比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面临的去工业化恐怕更为严重 而巴西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 巴西的制造业占GDP比重 在1985年时还高达三成六 但在2022年却只剩下一成三 各大产业的负面消息 更凸显出该国制造业正在萎缩的现实 近年包括美国福特 日本索尼 南韩LG 以及瑞士药厂罗市 有多达数千家企业都在缩减巴西产线 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 我们总结出以下几个因素 包括了较高的政策利率 偏低的教育水准 低落的政府效率 以及基础设施不足 导致巴西还没迎来预期中的富裕 就走向去工业化发展 前面提到的哈佛学者 罗德里克则认为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印度与非洲 他把还没富起来 制造业就衰落的现象 成为过早去工业化 纵合罗德里克与其他学者的观点 当前正进行中的这个问题 背后包含了以下三大因素 首先是全球化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加速全球化的脚步 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占比 开始下滑的时间点 却也出现在这个时代 当这些国家开放贸易 假如自身的制造业实力不足 便会落后给其他制造强国 而这也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过度追求劳力秘籍 反而减缓技术升级的速度 自动化是第二大因素 随着各个制造大国 增设工业机器人 以及智能工厂的普及 让廉价劳力不再是跨国企业 设置生产线时唯一考量 最后一个因素 是产业主轴提早转向服务业 像在印度 当前服务业贡献了五成以上的GDP 如果把观察视角聚焦在1987年到2011年 期间印度人均收入成长了大约三倍 但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并没有增加 意味着农村劳力 直接越过制造业 跳往服务产业 并获得了收入提升 而这个现象对印度来说有利有弊 服务业产值的增加 为印度经济创造出新的成长动能 像在邦加罗尔 这里除了是高科技制造重镇 也是数百家跨国企业的营运据点 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年 能为印度创造出50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 印度的服务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 因此这种成长模式 明显有利于高收入阶层 有可能拉大印度的贫富差距 并削弱制造业的成长动能 总结来说 虽然制造产业对人类社会来说不可或缺 但经济因素引发的去工业化现象 不只存在于先进国家 不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更提早出现下滑 不过近年各国政府已重拾对制造业的关注 像是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再工业化浪潮 以及东南亚国家相继推出的制造业革新计划 都象征过往的发展模式 以不适用于当前的世界 针对各地环境制定的经济策略 将成为未来各国的发展主轴 也让未来局势变得越来越有趣 至于这一切将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